打開YouTube輸入IP CameraHK 你或許會見到這樣的情況 吳藝廣告幾乎頭五條都是我們AD研究所的IP Camera橫評 就算不要HK這兩個字 頭五條都最少應該有兩條是我們AD研究所的橫評 既然已經達到這個創舉 到底IP Camera還有什麼可以跟大家講解呢? 今次我們就想跟大家深入了解IP Camera的品牌 到底它們是來自哪裏又有什麼產品 產品之間又有什麼分別 質質的功能有什麼等等 而今天想說的就是市場上罕見來自台灣 還是市場唯一終身免費24小時 雲端錄影的品牌Sport Camera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AD研究所 我們會繼續製作關於家居和科技的影片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的選擇 當然要follow我們的IG和TG 還有我的IG Jays Big Big 拿起產品轉去後面 見到Made in Taiwan就不需要太興奮 因為SportCam本身就是台灣公司 所以用台灣製的產品也是很合理的 不過SportCam仍然有三款入門型號 FHD2、EVA2和BabyCam就不是Made in Taiwan的 如果想連Hardware都是台灣製 就可以選擇SportCam Panel 2 SportCam Sense Pro SportCam Solo 2 以及SportCam Solo Pro 這些型號 它們都是Made in Taiwan的 在實際使用上 我們可以用Website、iPhone 或Android手機App來控制 無論你打開哪一個介面 你都可以發現它的介面 和大陸牌子有明顯的分別 明顯不是一些很公式的IP Cam手機App 如果你是在意IP Camera來自哪裏 保安程度是怎樣的朋友 相信看到介面是指插仔 都會安心很多 在說SportCam各項功能 點用之前 或者我們應該先了解它們的產品 我們先由入門款式最便宜的說起 售價$250的SportCam FHD 2 擁有1080P Full HD解像度 140度超廣角 擺在道場的簽度桌位置 可以拍整個道場 而FHD 2採用H.264編碼 擁有6顆紅外線的黑白夜視能力 備有雙向語音、手機平板警報 電郵通知、自動排程開關 銀行等級SSL加密 還提供一年零件免費維修 和場上安裝套件等等 SportCam FHD 2以上 那麼多個不同的功能 我們稍後再和大家慢慢分享 上一級是貴$70左右 售價$320的SportCam EVA 2 可以說是最常見 亦都是最多人選的款式 在本身110度視角的情況下 再提供水平旋轉360度 以及垂直旋轉90度 如果鏡頭沒有辦法 放在角落頭需要轉動的話 那就應該選擇這一款 而不是選擇FHD 2 SportCam EVA 2 一樣採用H.264編碼 利用8顆紅外線LED燈提供夜視 亦有雙向語音、手機、平板警報 電郵通知、自動排程開關 銀行等級SSL加密 一年零件免費維修 和長順安裝套件 更加有動態偵測、聲音偵測 如果你想看多些 但又不想旋轉 就可以選擇這一款 價值640元的SportCam Panel 2 我們之前的橫平時已經發現了 它的廣角度可以達到180度 和4980元的Arnold Ultra 可以比 我們再看看它和EVA 2的分別 整個道場 由左至右都是看得很明顯 能夠看得更加廣 SportCam Panel 2 一樣運行H.264編碼 但提供多達10顆紅外線LED燈提供夜視 亦有雙向語音、手機、平板警報、電郵通知 自動排程開關、銀行等級SSL加密 一年零件免費維修 以及提供磁吸壁掛貼片 免費的AI功能 除了動態偵測、聲音偵測、人類偵測 更加有分島偵測 數位放大追蹤的功能 以上三款IP Camera 我們可以見到 他們的黑白夜視效果相約 同樣可以看清楚 看到整個天台的情況 不用1000元的鏡頭 更加有免費的24小時 甚至全時雲端錄影 可以讓我們隨時在手機、平板或電腦上 直接重看過去24小時的影片 有需要還可以下載到樓底 三款IP Camera 全部都有免費的動態偵測 聲音偵測、人類偵測的功能 EVA 2更加有人類追蹤 而Panel 2就有免費包含分島偵測 以及數位加大追蹤 如果以上這些免費服務都不夠你用 還可以加錢 擁有寵物偵測、遺生物偵測、電子圍離、斜量偵測 以及人鏈識別等等的功能 費用由美金3.95至9.95不等 以IP Camera付費AI服務來說 其實都算便宜 Sportcam當中的人鏈識別功能 更容許你事先把家庭成員的鏈孔 放在Sportcam App儲存 之後當陌生人經過事前便會通知你 避免像其他品牌的IP Camera一樣 是又通知、不是又通知 一一通知幾十次增加你 你準確收到通知的機會 如果你說我是要來看Baby、看小朋友的話 那就可以留意580元的Sportcam Babycam 它在硬件上就跟Eva 2基本上是一樣 但加多了一個可愛的耳朵 以及一條軟支架 方便你勾在BB床 但有看我們之前評測的應該都知道 最好都是再配一個三腳的白手魚腳架 所以現在去勾住就會更加穩陣了 相比起硬件 Sportcam Babycam在軟件上就豐富很多 本身已經可以在手機控制Babycam 播白噪音或搖籃曲 等BB睡覺時更加安心 也有免費的BB追蹤功能 無論BB去到哪裡都幫你拍照 也有危險區域偵測 當BB進入危險區域時的通知 例如可以設定在廚房門外 只要靠近就會通知我們要留意 這些都是很實用的BB功能 如果不得以上的免費功能 都是不夠用 你亦可以給多$5.95的月費 去買BB保護AI服務 還有影像日記 口被遮蓋 和翻身的警報 嬰兒哭聲偵測等等 BB睡覺時去廚房做東西吃 或把握時間收拾屋 那就更加放心了 想買IP camera 或是Smart Home智能家居產品 可以去到得到Qmark認證 alenda.com好貨家 最重要是輸入我們AD研究所的限時 獨家優惠碼 Audience Digest 立即在額外的九五折優惠 快點按入Description box 享用優惠吧 不只看得到 還想知道環境拍攝的情況 $1140的SportCam Sense Pro 就會有不同的感應器 我們可以在看畫面的同時 直接知道環境的溫度 濕度 光亮度等等的變化 而且Pro版就支援IP65 防塵防水功能 可以完全防止灰塵進入 更加可以防止來自各角度的低壓水柱 噴射到外殼上造成損壞 就算下雨也不用擔心 如果不用IP65防塵防水 還是放在室內的話 就可以選便宜一點 買這個$840的SportCam Sense 如果你打算放在室外用 例如拍下天台、花園等地方的話 可以考慮全無線款式SportCam Solo 2 它內建鋰電池 無需連接電源線 特別適合一些有機會下雨時 只要地點收到家的Wi-Fi 就可以連線用到 很方便 更加重要的是 它還有太陽能板 可以等太陽幫你持續發電 連拿下來為鏡頭再充電也不用 如果不想連電線 但只是放在室內的話 就可以選擇再過幾個月 2023年就會推出的SportCam Solo Pro 它一樣是行李電池 而你只要用LAN連接它的機座 鏡頭可以在距離機站達30公尺的距離運作 一個機座可以拖四個鏡頭 接著花園單棟樓的 一個放在前門 一個放在後門 再加上天台等等 都沒有問題 說到這麼好 那SportCam有沒有缺點呢? 每樣產品都有缺點 SportCam又怎會沒有呢? 連接的時候 它們一定要用2.4GHz的Wi-Fi 如果你是用Mesh Wi-Fi router 會自動按需求分配2.4GHz 或者5GHz的話 可能在第一次連接的時候 就要花多一點時間 將它指定回2.4GHz 另外如果你對IP Camera的解像度追求 是去到2K、4K的話 那你暫時就只能夠選擇SportCam的商用機種 或者再等多幾個月 等SportCam推出一些2K解像度的IP Camera SportCam的IP Camera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 就是全線都沒有MicroSD卡 一定要連Cloud全部上去雲端 以前我們就可能會認為用Cloud不安全 但其實用MicroSD卡就更危險 因為無論那個人是合法還是非法進入你家 只要拿走那張MicroSD卡 就算有所謂的MicroSD卡加密畫面也好 一樣都可以破解然後看完你所有的影片 你不能做時候的補救工作 但用Cloud就不同了 就算被人拿走IP Camera 但因為IP Camera本身裏沒有儲存到任何畫面 所以你不用擔心 畫面會流入其他人的手中 你也可以隨時Login account去delete所有影片 不用每天提心吊膽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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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了這麼多Cloud 到底SportCam的Cloud是甚麼Cloud 安不安全呢 SportCam香港用戶用到的 就是我們Local香港的Google Cloud 買Cam的時候已經同時免費配備 24小時錄影和播放 不過如果想可以儲存影片的容量再大些 或者留內些的日子 我們都可以選擇SportCam雲端儲存方案的 三天循環錄影每個月是$3.95 7天循環錄影每個月是$5.95 一個月循環錄影每個月是$19.95 這樣就可以用Cloud來儲存多些日子的錄影 不用怕不夠位置 就要保存了 SportCam App在使用上並不複雜 買了鏡頭回來只要新增帳號 在Menu選擇安裝新的SportCam 選擇自己的型號之後 就要確保部機閃紅燈 再把電話連接SportCam的Wi-Fi 然後再入自己家的Wi-Fi密碼之後 部機轉藍燈 再等多一會 看到畫面出現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NextNextNext就會完成了 留意的是 每一部攝影機都是跟帳號 如果家人大家都想在自己的電話裡看到Camp 除了一起Login同一個帳號之外 更好的方法就是用SportCam本身的分享功能 可以將這個鏡頭Share出去給另一個帳號看 更可以選擇他們只能看到什麼功能 例如只能看到Live 不可以看Playback 又或者可不可以說話等等 SportCam的IPCam 都是就這樣進入APP 就可以看到Camp的畫面 不需要一個一個按進去才看到 如果想一次過看完幾個鏡頭 更加可以按這個按鍵 就可以讓鏡頭變得好像保安畫面 一個屏幕看完 Sense到有人移動 又或者有些什麼情況都會在手機 傳給我們 上面會寫你可以自訂的鏡頭名和時間 方便就算不按進去都大概知道什麼事 想知清楚一點 按進去的Notification 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今時今日用IP Camera 當然要看Smart Home方面支援什麼平台 SportCam在支援平台方面都算豐富 除了支援Google Home和Alexa之外 亦都支援IFTT Google Home和Alexa相信大家都不難理解 以我們Studio平時用的Google Home為例 在Google Home選擇連結好之後 就可以在Google Home App上看到鏡頭的畫面 亦都可以在Google Home Hub上持續看到 變相多了一個監控屏幕 至於IFTTT方面就更加有趣了 IFTTT的概念就是If this than that 只要明白這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用來設定SportCam的用法 做一定自動化的程序 例如我們可以在IFTTT設定 開啟手機的定位服務 然後我們可以設定手機 當離開家時就會自動開啟SportCam偵測 反之亦然 我們都可以設定當回到家之後 就關掉SportCam SportCam除了做反應之外 我們亦都可以用它做觸發點 利用SportCam做Disk 只要SportCam有聲的話 就可以開啟Philip Hill燈了 一下子說了那麼多關於SportCam的東西 不知道你們又記得多少呢? 簡單來說就是三大賣點 MIT Made in Taiwan 台灣公司 香港Google Card 雲端儲存 和市場上唯一終身免費的24小時 全時雲端錄影服務 至於SportCam 不同IP Camera的差別 大家可以再重看多兩三次 選一個合適自己的 不知道大家對這種全新形式的影片覺得怎樣呢?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